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比方说公司不让你请假 我们可能先跟同事商量好 谁可以支援我 帮我代班 都安排好之后 再来跟老板协调 沟通 那没有办法去上课 我可能自己可以先买书回来自修 或者是这个上网找寻资料 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巨蟹座的朋友们在未来一周 我们会想要对这个世界有更认识 更深入的了解 可能是透过理财的资讯 然后来认识什么叫做物质 什么叫做金钱 金钱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也可能是透过宗教 然后来体会什么叫做精神信仰 这些东西对我有什么影响 其实透过去阅读一些书籍 可以来扩展我们的视野 那么健康方面要提醒巨蟹座的朋友们 留意这个因为思绪太多太繁琐了 而造成这种像是失眠 或者是这种脑神经方面的一些困扰 狮子座的朋友们 未来一周我们在财务方面 有机会得到还不错的这个进账 这个收入 不过要留意是不是只有账面上的 这个好看漂亮而已 其实我们一再提醒听众朋友们 在目前这一段时间 其实很多这个财务的波动 其实钱落入自己口袋 进入自己户头里面的这个钱 才真正是自己的 所以有时候账面上的美丽 不代表你真的有这些获利 这可以去多留意的 好这个狮子座的朋友们 而且这个家中的争执可能还是在 所以会让我们想要从家庭当中躲开一点 可能加班加的比较晚 或者是频繁参加朋友的聚会 好尽量想办法拖延这个回家的时间 那么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呢 我们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在工作上面 好我们想要把老板交办的事情做得更完美 好可是呢我们也会发现公司 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资源 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多 有一种自己我需要去单打独斗的这种心情 然后提醒处女座的朋友们 要留意说话的时候 不要因为太过急躁 好这个用字浅词 比较尖锐一点 或是比较冷淡一点 好让这个对方觉得 我好像有点无情冷漠 好会这样子而造成一些人际互动方面的一些障碍 天生座的朋友们呢 在未来一周我们会也非常投入在这个工作的领域 好这个一方面在工作当中 我们有机会得到一些成就感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忙于工作而忘记 这个其他生活上这种比较恼人的事情 好对于很多事情 天生座的朋友们也会想要追求完美 好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停下来问一问自己 这个为什么我这么在意事情完不完美呢 好这个每个人对于完美的定义 都不同对不对 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完美 好值得我去这么认真的一直要追求它吗 好天生座的朋友们呢 在未来一周我们会提醒大家这个健康方面要多留意 好可能过去一阵子我们也是忙于生活上的各种事情 而可能这个饮食不正常啦 或者是太晚睡熬夜太多 然后因为晚睡又吃宵夜 而这个种种原因 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 有可能会突然发生一些这种病痛 好其实这并不是突然发生 是我们长期没注意它而累积下来的 好这都需要我们去多加留意 然后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 其实每一个人好 不管是不是天蝎座的朋友 当我们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往往也是我们开始注意心灵议题的时刻 对不对 好当然回过来说这个 对于身体的健康方面 好最好的预防跟解决之道 还是维持每天生活作息都要有一个正常规律的 这个这个生活才比较好 那么射手座的朋友们 好在未来一周这个我们跟伴侣之间的互动 依然是这个生活的重点 好到底是吵架还是沟通 其实往往在我们两个人的这个一面之间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一些这种生活上的习惯 好或者是我们讲生活上的秩序好了 其实是需要花时间来磨合调试的 好我们需要花时间来慢慢建立我们的 属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规则 好那么在健康方面呢 我们提醒射手座的朋友们要留意这种过敏 好或者是这种有时候有点胸闷 或者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甚至是睡眠不好而造成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影响 那么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未来一周我们可能会比较关注在这种人际关系的互动上面 到底公不公平 好我们跟这种合伙人合作的对象 要不要继续合作下去 好都是我们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 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些这个国外的客户 国外的朋友需要联系 很可能会产生一些这种沟通不良 或是联系上有一些状况 好需要我们事先多花一些准备的功夫来避免这些问题 另外呢这个未来一周 我们提醒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我们选择交通的方式 或是交通工具的时候需要慎选 好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是浪费金钱的人 好当然能省折省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也不要因为单纯只考量到价格的便宜 而牺牲掉一些安全性 好这方面需要多多的注意 那么水瓶座的朋友们 好未来一周在工作方面 我们可以透过部门间的合作 甚至同单位的这个同事之间的合作来了解到 其实每一个人好都有自己分内的工作要做好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重要性 好有时候自己单打独斗 不如我们一起合作会更加有效率 而且水瓶座的这个朋友们呢 在未来一周跟伴侣的互动其实还蛮好的 有机会两人一起去户外走一走 或者是一起去看一场电影 都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感情的温度 那么双宇座的朋友们 未来一周这个工作其实表现得很顺利 有机会你可以独当一面 好带领一个小团体 或者是你可以有机会上台去报告 展现你这个工作的成果 好这时候请双宇座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害羞努力的勇敢的展现你的实力 好那如果有机会出门远行的这个计划的话 一样对于相关资讯要再三的确认 好以上就是这个十二星座 在八月一号到八月七号的运势分析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五早上再见 再见